你给番哥个机会啊 我真的想问一个 就是之前别人没问过的问题 别说 你生出来就高嘛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180多公分吧 高中的时候就长到两米了 这有照片能证明吗 有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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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我小学 三年级外差不多 你和其他同学 是站一个台阶上吗 都站在屏幕上面 我立起来一排 别人以为你是 你们班老师呢 对 您能找到我在哪儿吗 莫非 这个冒充老师的也是您 对 我跟老师坐在一排 然后我看着 这一看照片 这是小学还是初中啊 小学毕业找 你说你已经一米八了 对吧 应该是一米八多 这样的身材 会不会给你从小到大 也带来很多 跟别人不一样的那种体验 我很多朋友啊 都是打篮球的 然后都是一米八多以上的姑娘 所以我们一起出去的话 回头率就很高 然后就大家都觉得我们很酷 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不过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遗憾的 就是有一次我们去游乐园玩 然后去玩过山车嘛 一直都以为说 过山车只有一个限制最低的高度 那没想到还有一个限制最高的高度 对 超过一百九十公分了之后 他就不让玩了 所以那天就陪别人玩了一天 就特别羡慕 然后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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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